林健鋒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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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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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到內地參觀 認識國家 方方面面最新的發展 但是這個工作量十分大 我們有40萬中學生 中學生下6年 如果在6年的工作生涯裏面平均 每個中學生都有一次的機會出外 包括到我們國家內地去參觀交流考察 我們一年就要送7萬個 組織7萬個中學生 這只是中學生 未即大學生 未即小學生 說明工作量之大 近年這個工作是有進展的 但是我們還需要全社會和政府一起去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我們絕大部份的青少年人 他們的人生觀是正面的 他們的代人處世的態度是積極的 但是我們也知道存在我們青少年人當中也都有 有小部分的青少年人 無論在網上學到一些不良的行為也好 思想也好 或者網上參加一些欺凌行為也好 確實是有這些 也有小部分的青少年人 他們可能在一些大型的集會、示威、遊行當中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用暴力的傾向 我們不能夠因為這些人是少數 所以就不去做工作 因為往往一個社會無論多大 在社會當中有這種傾向的人 人數無論多少 只要他真的採取一些暴力行為的話 對整個社會的衝擊都很大 所以我們要做好青少年工作 這個絕對是 至於為什麼我們社會上現在出現一些不和諧的情況 我覺得有兩個方面 我們應該分析 一個是客觀的 在社會上確實存在 我剛才也都講過 有部分青年人 或者其他年齡組別人士 他是對社會的一些現象 譬如說貧富懸殊 尤其是基層工人的收入 或者他自己的事業發展的前途 向上流動的機會 是感到不滿 這些是客觀存在 樓價租金太高 也都是客觀存在 所以這些工作 大家知道過去兩年來 我們上任了 我們不斷努力去做 同時都是主觀因素 主觀因素就是什麼呢 就是確實是社會上有小部分人 也都包括在我們上任之前 已經在立法會做事的立法會議員 他們是採取一些 和過去不同的方式 來表達 他們對政府工作 立法會工作 以至到對立法會裡面 他們的其他議員同事 的態度 他們就採取一些 有暴力傾向的一些動作 包括在立法會裡面扔贏 在立法會裡面高聲圈蛙叫囂 這是主觀的 我覺得整個社會 要對剛才林健鋒議員 所提的現象 我們應該是重視 我們要防微倒瞻 今天這個情況大家可能覺得很痛心 但是如果我們不用種種的方式去化解他 無論是客觀的因素也好 主觀的因素也好 我恐怕 我恐怕 這個情況會變得越來越嚴重 因此 我預請立法會 我議員 我預請 全社會不要繼續輕視 坐視這件事